好,接下來我們看6知識這一題 那這一題的題目是要我們先判斷這個方程式,它是不是一個正合方程式 那它有一個起始值是這樣子 那要判斷正合方程式的話,我們可以在yprong這邊寫個 m的 他是t跟y的變數,所以是ty的函數 那剩下這個是nty的函數 那就化成這個形式,那化成這個形式如果要判斷是正合的話,我們對m做partial t為分 對n這個函數partial y為分,如果兩個出來是相等的話,我們就可以說這個方程式是屬於正合方程式 好,那我們就先來判斷這個東西 那這個mty是這個y 那nty是這個3t平方-2 那這個y我們對partial t為分 因為 對t為分,這個y是 等於是類似常數項,所以一為分出來是0 所以 我們再看這個 那這個n是3t平方-2 那我們要對partial y為分 那因為這個也沒有y 所以它也是常數項,一為出來兩個都是0 所以說 這個方程式屬於正合方程式 好 那正合方程式,我們來查出這個方程式y是什麼呢 我們y,我們就對m來做積分,就可以得到這個y 就可以得到這個y是多少 那這個m是y,我們對y做積分 partial積分 所以 我們就寫 積分 y的積分是什麼呢 y平方 1 2 y平方 那基本上它還有一個 對可能有一個對x的常數相微分微調 所以我們來講,我們就 t啦,應該是對t 我們寫個gt加上一個gt這樣子 好,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對m的partial 的t的積分 好,就3t-2,我們對partial t的積分 得到 這個 積分變成 t三方,所以3移過來,3出3不見了 所以變成t三方 減掉 2t 然後加上 一個hy的函數 好,那這兩個函數都是y,那必須要 一樣 所以我們就把它連擊起來 好,我們得到一個y 等於,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gt是一個t的函數 大概就是這一個 好,那這個hy的函數 大概就是這個y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寫 這個函數就是1 y平方 加上 t三方 減 2t 1 然後加一個常數 然後等0 這樣子 就可以這樣子 好 那我們把這個c 求出來 因為 y的-1是等於-2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帶進去 好 t帶-1進去 y帶-2進去 好 好,那就是 那就是 2分之1乘 負2平方 是4 4乘2 2,然後 t 負1加方-1 然後再加上 2加上c等於0 所以c就可以等於多少呢 4-3 4-3 4-1等於3 所以c就等於-3 所以我們的方程式就是 1 y平方 加上t三方-2t 減3 減3 等於0 好 我們再寫一下 y平方 乘2 加上2t 三方-4t 減6等於0 好,這個就是我們的方程式 字幕會選擇 1 2 4